晚安各位观众 我是陈雅琳 欢迎收看台湾大头条 今天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被控泄密案了 结果是不起诉 这真的是打脸的王玉琪 王玉琪请辞了陆委会主委 现在马总统身边核心的人通通是走光了 好 那么是不是只剩下总统府这么空呢 而另外就是包括李全教 他也被收押了 先来看关键这一秒 认为独任被告李全教的人 有公串共犯真正之余 被告李全教 蔡启欣 杨明达 林聪斌 均予以激压 并禁止接见通信 我们一定是尊重司法 无望无众 我们希望这个司法单位能够彻查到底 至于唱同一首歌是十一场都一样 只有哀君 没有喜悦 我们希望所有政治人物都应该以此为见 检方认定 此一涉及国安的案件 未答回法程度 变成一种不起诉的泄密 虽然无法认同检方的决定 但是因为本案处理过程 引发社会纷扰 本人愿不起政治责任 请辞副委会主委一职 103年3月23日 进入行政院的部分 起诉的部分共计有93人 其中未姓被告等87人 均涉办刑法第306条之 无故侵入建筑物罪 部分被告又同时设办刑访之妨碍公务罪 以上总共93人均提起公诉 好 今天政坛又多一个马合心幕僚请辞了 就是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主要是因为他指控前副主委张显要涉及到泄密案 结果整个案子今天台北地检署 做出了不起诉的处分 那么去年7月揭露这个案子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随即就宣布请辞来负起政治责任 他也说呢 他没有办法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不起诉的结果 那么在记者会上呢 他还洋洋洒洒的不断的批评台北地检署 很生气的说 我们认为机密的东西 检方都不认为是机密 那以后干脆整个打包送给中国好了 带你来听 针对检方认定 此一涉及国安的案件 未达违法程度 变成一种不起诉的泄密 本人非常遗憾 虽然无法认同检方的决定及理由 但是因为本案处理过程 引发社会纷扰 本人愿不起政治责任 请辞陆委会主委一职 陆委会在协助检方鉴定的过程中 有许多的资料 我们已经将结果鉴定为 是属于有一般公务机密 有国家机密 甚至也有可能是极机密的情况 所有的 我们如果会鉴定的这个结果 检方都认为不是机密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以后这些被检方认定 不是机密的资料 就可以整箱打包送给陆方吗 这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检方理由书里面还有提到 有一些是假设性的问题 所以不是机密 沙盘推演难道不是假设性的问题吗 假设陆方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这种沙盘推演 假设性的问题 难道可以在谈判之前 让陆方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检方 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以及他的理由 无法认同的原因 好 这么多马合心的都已经请辞了 现在马英九呢 恐怕变得非常的孤单 就在总统府内 而另外这些意外事件也很多 宜兰圆山乡的发生了公安意外 一名43岁的无姓工人 在进行护案掏空补墙工程的时候 不算被坍塌的护案给压伤了 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葛柔 来问我们报道 葛柔 好 直播现场可以看到 整个水泥护案都支离破碎 工人的雨鞋都掉在原地 而地上也隐约看得到斑斑血迹 原来就在上午10点左右 宜兰圆山乡大葫芦发生了公安意外 而当时五姓工人正在河岸边 整修提防大骏 没想到突然两公尺高的水泥护案 硬身倒塌 压到了他 事发突然无信工人来不及反应 无法挣脱满身是伤 而上半身都还浸泡在水中 造成溺水 怪手驾驶也紧急报警 将他送医急救 而家属赶到的医院是哭到了双腿突然 相当难过 只不过经过了一连串的抢救 无信工人还是回天乏术 那以上记者为您讲播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往给棚内 而另外来看这有虐婴的情况 一位住在桃园未满一岁的小男婴 爸妈从私立脱婴中心带回家的时候 发现她的鼻子跟额头都出现了 大片的欧猜跟擦伤 那么脱婴中心告知说是因为 这个从楼梯上不小心摔下来 才会摔成这样子 那么家长希望脱婴中心能够提供监视器 可是对方是回绝不愿意的 因此怀疑说根本是有虐待的嫌疑 且得对脱婴中心提出告诉 还没满一岁的小男婴 白皙稚嫩的儿头上 出现大片红肿淤青 鼻梁上同样也有擦措伤 爸爸妈妈看了好心疼 直言脱婴中心根本虐待宝贝儿子 投婴中心言辞否认 当时老师抱着小男婴从二楼走下来 快到一楼的时候 不小心在阶梯上滑倒 两个人一起摔落地面 孩子脸部才会出现瘀青擦伤 不过家属根本不相信 要求脱婴中心提供监视器 没想到紧遭对方一口回绝 可爱的小男童在父母的疼爱之下 长得白白胖胖相当可爱 怎么都没想到送到投婴中心照顾 最后却成了鼻青脸肿的可怜模样 投婴中心强调会负起医疗责任 不过监视器尽巧合的故障坏掉 爸妈决定提告 到底有没有涉嫌虐婴 社会局已经介入调查 三内新闻张玉杰 刘正峰来宣绍 桃园台北综合报道 下个礼拜就过年了 现在业绩最好的就是零嘴了 那么网购第一名的是鲜虾零嘴 用的是一只只完整的虾子 低温真空油炸一个小时 每天八台机器运转 说现在订单大爆满 根本订不到 虾酥卤笋手卷 卤笋高丽赛斯 配上一整只全虾包成手卷 直接一口咬不用剥壳 因为这是已经炸好的虾酥 还可以饮用 另外一头把虾酥丢到锅里煎蛋饼 甚至直接虾酥或沙拉 甚至丢进南瓜汤搭配着吃 一道道美味可口的创意料理 就是吃着香脆全虾 咬一口香味四溢 而这一只只虾就从这里来 先帮虾做SPA 再把一只只虾稍微煮一下 让它半熟 可呈现鲜红色即可 接着放进机器 低温真空油炸一个小时 吃起来好耍嘴 八台机器每天出货量很固定 但想定可要排到过年后 原来这虾酥一天就可以卖出 超过一千盒 尤其过年订购量比平常多了一倍 抢吃下酥订不到甚至有公家单位 打电话给老板施加压力 就是希望年钱给 但就是没办法 想订的民众恐怕也只能再等一等 那么魏英冲到底能不能回地保过年呢 现在正在拼这个鸡押亭 好 因为他的二度交保已经被撤销了 所以从下午的四点半开始召开延押亭 您可以看到这是当时呢 这个魏英冲的进到亭内的情况 那么还露出了一抹微笑 那么目前呢 律师是说呢 已经备好了这个保释金 但是还是拼了原本的三亿交保 看行不行 不过呢 由于还是有串政之余 因此呢这个被驳回之后呢 接下来是不是真的还会再被押回去呢 等会马上就会有结果 马上会为大家来进一步报道 而另外一个被押起来的 就是台南市议长李全教 那么由于他涉及到 这个参选议长的时候行贿 那么台南地方法院是以他有 串政 灭政 还有逃亡之余 所以火速的在昨天 在今天凌晨的0点30分呢 把他给收押起来了 那么李全教呢 跟民进党的台南市议 台南市党部的评委呢 这个蔡启欣等人 他们总共加起来四个 全部都被收押觐见 厘清四个人买票分工 李全教呢 是透过装脚的朋友林聪斌 来当白手套 处理对岸汇款的事宜 那么透过中间人 包括蔡启欣 杨明达牵线民进党的议员 好 那么到底检方手上握有什么 让你这个致命一级的这个证据呢 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检方所掌握到的 就是白手套从中国会前 回台湾的那个水单 所以才会收网 深夜囚车里就是台南市议长李全教等人犯 刑惠案涉嫌重大恐串灭证 法院裁定收押觐见 押往台南看守所 何怡婷认为 主任被告李全教等人 有勾串共犯政策之余 被告李全教蔡启欣 杨明达林聪斌 均予以羈押并禁止接见通信 检方霹雳收网 周日下午在机场拦截李全教 随即发动搜索 但李全教预警服务处没开 傍晚5点51分左右 远警跟调查员一度吃了闭门羹 只能哭坐骑楼下的椅子苦等 一边联系服务处人员来开门 等到8点出头 总算有人协助让一行人进入搜索 整理出几箱可疑政务 可能有蛛丝马迹的碎纸 也不放过连同电脑一起带走 而全案关键破口就是掌握 李全教透过有人装脚林聪斌 从大陆把钱转回台湾 交给蔡启兴 再交付相关议员 握有汇款水单以及本票等市政 加上款项根本不该出现在议员 以及其家人账户才决定收网 初步厘清买票分工 李全教透过装脚林聪斌 在大陆处理汇款事宜 并透过蓝绿通吃的中金人之一 民进党评委蔡启兴 策动担任议员的妻子庄玉珠 议员曾王亚云 前议员杨明达则牵线蔡秋兰 梁顺发跟赵昆源 其实南检从李全教一当选 就开始侦办 连议长选票上的指纹都一一查验 因资料庞大 全案券证动用了无量箱行车才在玩 接下来要从券证找出具体账户交易金流 让李全教插尺南非 三连新闻黄家平李世宏 SNG角组台南采访报导 李全教的金流怎么留 我们今天都有独家报导 而另外就是318学院 现在是不是秋后算账 因为全部加起来118个人 今天也通通被起诉了 好 那么包划呢 就是占领立法院冲击行政院 跟路过中正一分局等等 好 全部都被起诉 包划呢 就是违反集会游行法 还有侵入建筑等等 带你来看 不满服务协议黑箱通过 陈维廷林非凡两人带头 率领学生占领立法院 替围棋24天的太阳花学运 揭开序幕 这场学运创造了陈维廷林非凡 以及魏阳等新一代学运代表人物 当然还少不了女性代表 赖品渝 爬上椅子山和警方大声呛响 黑岛青阵线发言人赖品渝 成了学运中的漂亮焦点 也被封为太阳花女战神 但就在学运落幕10个月后 北检大动作一次起诉118人 赖品渝同样也在起诉名单内 参与太阳花学运的民众 因为触犯山货群众 妨碍公务以及违反集会游行法等 被分为三个部分起诉 当中包含318战利院 起诉林非凡 陈维廷等21人 323崇正院起诉魏阳等93人 411包围中正一分局 起诉虹崇燕等4人 虽然日后可能会背上刑责 但学运分子大部分都坦然接受 反倒是没被起诉的 竟然感到有些遗憾 我这次是不起诉 但其实我心里是稍微有一点失落 就是没有办法在 这个继续在司法这个部分 跟其他之前一起参与 38伙伴一起继续的战斗下去 太阳花学运创下台湾民主史上的多项记录 过程中虽然有冲突有流血 但学运分子强调 他们并不是报名 未来也将在司法审判上延长太阳花学运的战线 三日新闻 陈玉碧 来看今天政坛的震撼 但原来这个之前张显耀被王玉琪所指控说泄密案 结果整个案子已经贞结了 那么张显耀获得了不起诉的处分 好 等于没这件事 那不是完全打脸的王玉琪吗 王玉琪怎么办 只能够宣布请辞下台了 好 我们去追究说 那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指控人家的呢 那么根据检方的调查呢 是发现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 顶多呢就是有台商跟王玉琪讲说 小心哦 说张显耀呢跟这个陆方走得蛮近的 就这样一个传闻而已 是听来的 还不是有人写什么黑函都没有 这样子你就控人家是泄密 把他讲成像这个间谍一样 好 那么这整起事件呢 那么当事人呢 他表示自己都是在向陆方在争取这个让利 哪里有泄密呢 他认为今天还给他一个公道 那么先带您看今天整个贞结 到底检方怎么说的 张显耀泄密案 北检花了半年 最后办不出名堂 贞结不起诉 后来发现被告张显耀所揭露之事实 或仅列为普通等级之公文内容 或者是通讯监查内容所陈述之事实 不能确定其是否存在 无从论断其是否属于秘密之事项 北检认为被告张显耀历年通讯监查 都没有发现危及国家安全的情报 也看不出张显耀和陆方往来有什么异常 两岸协定也没有规定要用什么方式达成 尤其检方最不能认同的 就是陆委会的消息来源 有台商告诉我张副主委跟中共官员走得很近 要我注意 申办假官也认为光凭此听闻之检举资讯 并不足以推论出被告张显耀 却有所指之泄密犯行 王玉琪坐证听到台商跟他提醒要小心张显耀 但也被检方质疑听来的怎么当成推论 过去曾经跟张显耀共事过的清明党副秘书长刘文雄 痛批整起事件根本是一场闹剧 我想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闹剧 只还清白不还公道 我甚至于说基本上也毁掉张显耀 刘文雄质疑当权者为了升官发财制造冤案 张显耀也发表声明 他和陆方谈判都是争取让利 哪有泄密 并表示很多事情都是奉总统马英九之命专案交办 如今张显耀泄密案告一段落 但掀起的政治风暴恐怕已赔上两岸互信 三立新环陈立国陈乃宇 SNG小组台北报道 真的是冤枉冤案在一桩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王玉琪怎么办呢 也只能够兑现当时的承诺宣布请辞 不过呢他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话讲得非常的凶 对于检方起诉的结果 他说他没有办不起诉的结果 他说没有办法认同 他说陆委会已经提供所有的资料跟证据了 如果检方认为这些不是机密的话 那以后是不是干脆归胸打包就送给大陆好了呢 你看讲到这么这样的一个气话的话 说的一句比一句还重 他还说张显耀是在媒体前公然说谎的 今天他即使请辞 他对昔日的同僚可以说是毫不留情 是辞职负责的结果 本人无怨无悔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谈判团队的纪律 就算时间重来 就算知道自己最后必须要离开这个位置 我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之前呢说过如果张显耀不起诉 就要请辞下台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琦 召开记者会兑现承诺宣布请辞 不过记者会上 王玉琦对检方不起诉的结果表示尊重 但理由他说他无法认同 检方都认为不是机密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以后这些被检方认定不是机密的资料 就可以整箱打包送给陆方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检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以及他的理由无法认同的原因 看得出来王玉琦情绪相当激动 认为检方不起诉书中 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张显耀 卫达违法标准的不当泄密 针对检方认定 此一涉及国安的案件 卫达违法程度 变成一种不起诉的泄密 本人非常遗憾 张显耀在案发后 他置马总统有一个传真信函中 那个信函中已经在明了 我已经告诉他资讯外泄之事 那个信函的内容就可以证明 张显耀那时候是红然说谎 话说的一句比一句狠 对昔日同僚张显耀毫不留情 去年八月张显耀被请辞 引爆政坛风暴 张显耀还在镜头前声泪俱下 甚至还说连遗书都准备好了 但当时陆委会再开记者会 王玉琦亲上火线揭发张显耀泄密案 我说因为当初的研判 这件事情是涉及国安 所以我先请示机密署长 一脸严肃指控张显耀泄密 以危及国家安全 但半年过去 检方症结不起诉 理由王玉琦不认同 但显然陆委会提出的证据和指控 也不被检方认同 三立新闻成立国 陈乃宇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今天凌晨的时候 谈谈是议长李全教 已经是被收押起来的 因为他所涉及到的会选案 好 从相关人所提供的线索 可以看到他买票的行情 已经是浮出台面了 好 如果是对自己人来说 这个是三十万起票 像是他们自己国民党的人 不过也传出说三十万 只是一个钱金而已 不可能就三十万而已 但是如果你看到 要挖别人的墙角 像是要挖民进党的票 因为毕竟在台南市议会 民进党的人数比较多 好 要让他跑票的话 千金是五百万 或者是一千万 然后如果他跑票 又被党庄给开除党籍的话 再有后线两千万 好 所以这加起来 就等于一票呢 就三千万 哇 一票三千万 这样买之后当了议长 到底要用什么方法 把这些钱通通回收起来呢 那么也因为呢 在这个重大的利诱之下呢 发现那么真的是有人 在这样的一个金钱公式之下 倒戈了 那你来看 到底贿赂的脉络是如何 夺向台南市议长宝座 李全校高呼胜利 策反绿营议员倒戈 拿到二十九票 买票行情惊人 他当时开出来的价码是五百万 一票是五百万 那假设因为跑票 那导致这位同仁 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话 他要愿意再付两千万的 这个慰问金 大手笔还分前金后卸价目表 帮忙当对口走路工三十万 议员则看蓝绿营跟策反难度 每票五百到一千万 因为跑票被开除党籍 再加码两千万后卸慰问金 一票最高三千万入贷 我听到最高是一票是三千万 然后最基本 基本价码听说是一千万 然后如果不是有涉及党籍的问题的话 基本价码好像是五百万 疑似拜祷金钱攻势 不顾绿营亮票承诺 蔡秋兰走出圈票处 票折到看不出来 由国民党林彦柱大鹏展翅掩护 把票丢进票轨 梁顺发则跟国民党监票议员交头接耳 女议员的嘴型似乎说丢快一点 同样没亮票的还有庄玉珠 被绿营点名跑票五人 在调查后只有三人五保请回 庄玉珠增王亚云各以三十万五十万交保 而跟李全教交好的蓝营议员行踪也引人关注 李全教被拦截当天 大鹏展翅掩护成名的林彦柱 仍在香港 一项力挺李全教的谢龙介则在上海 不知是否跟李全教原本的出境计划有关 也或者只是巧合 三立新闻秋少阳黄嘉平 SNG小组台南采访报道 好 是不是重金利又让民进党的人也都倒戈了呢 好 可以看得出来这位蔡启心 可是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的平招等同于像是这个主委一样的一个职务 而且呢 这样的一个职务呢 你要评议人家的还设入了这样的一个会选案 她的太太是谁呢 就是民进党的议员蔡玉珠 可是呢 也在整起事件当中已经是被开除党籍了 那么昨天也被约谈是以三十万元交保 但老公呢 就是这一个蔡启心已经是被收押起来了 那么大家讲到蔡启心 你可能不晓得她是谁 但她的爸爸赫赫有名就是蔡建雄 好 全省议会的议长 而且呢 她还是创党 民进党创党的元老 甚至就是党外的大佬级人物 没想到她的儿子现在呢 却涉入了这样的一个会选的一案 而且今天民进党主席蔡英伟也讲得很生气 就讲说 那么怎么可以这样子人民选你出来 是让你去跟国民党沦陷的吗 好 带您看这个窝里反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警官 议长会选案遭到检调约谈 议员庄玉珠被以二十万元交保 三立新闻独家拍到她拎着包包献身住家门口 议员 心情怎么样 一看到记者庄玉珠转身快闪 虽然自己获得交保 但先生蔡启心因为涉案重大 遭到院方裁定说压 两人原本都是死忠民进党员 怎么会窝里反背叛民进党 蔡启心啊 她是为那个民党啊 好 谢谢哦 一听到蔡启心三个字 市长赖金德脸色一成转头走人 党内同志说 蔡启心过去因为跟许天才不和 转而跟赖金德友好 两人成为八戒 但之后却因为选举产生嫌隙 以前跟市长的互动算密切 但是后来呢 在地方有一些选举 可能让那个蔡启心她心生不满 我希望我是一个专业主委 原来蔡启心的太太庄玉珠多次参选党内主委 但赖金德不挺 庄玉珠参选议员选举 赖金德同样在同选区推出自己人选 导致庄玉珠差点落选 两人关系决裂 让李全教有期可振 选主委部分有一些意见 所以才能跟李全教靠 这个不会是原因的 蔡启心出身政治世家 父亲蔡建雄大有来头 是民进党创党元老 还曾当过沈议员 但有个迷人老爸 没有为蔡启心加分 参选国代落选 之后退去二线 全力帮议员太太抬教 身为民进党内的评招 蔡启心负责纪律工作 却向黑金靠拢 服务处随即遭到支持者 呛下抗议 请求辖区远景 加强巡逻 蔡启心倒戈 背叛好友出卖党 民进党也将涉案 党员送交中评会调查 讨论是否开除党籍 三零新闻中立宣 刘安志 SNH主在台南报道 不过李全教花那么多钱 来进行买票 到底他背后的金主是谁呢 现在传出呢 是李和顺 曾经当过立法委员 同时也当过 前台南县的这个议长 好 那么李和顺呢 他在之前呢 也一直在中国投资 多年前甚至呢 买下了长白山的一块地 专门种人参 说靠这个就赚了很多钱 那么后来回台南开工厂 就连马总统都曾经到访参观 年营收超过40亿 那么议员就质疑说 李和顺 恐怕就是大金主 在选举当中用金钱 来资助李全教 然后自己也能够利用 李全教当了议长之后的 整个人脉 来开启更多的关系 双手接下陈情书 穿着白色外套的 就是时任立委李和顺 当时同样也是立委的李全教 紧贴在身旁 这是2007年 两人接受教师会陈情 难得留下的合照 除了为公事合体 私下也互动平平 据传为了李全教的议长选举 李和顺还要立法院长王金平 到台南家中吃饭桥市 好交情不言而喻 巧的是李和顺也在大陆投资 其实李和顺真的是 这个财力惊人 因为可以买下一座山 然后整座山 种满了那个人生 李和顺在长白山 买下3000公顷的土地 种植人生 让考察的议员们大开眼界 事业越做越大 还在台南麻豆 开了间工厂 门面像间庙 但打造的金碧辉煌 走进去才知别有洞天 就连马总统都曾在前年 特地到访参观 还收下李和顺送的人生粉 就是靠着人生粉打响名号 事业版图骗及全球13国 年营收 起码40亿起跳 李全教 他现在在中国 这个事业版图 跟那个人卖的这个网络 其实我觉得那应该都可以 大家可以相辅相成 那李和顺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 一定是一个金主的角色 而且是一个大金主 人称 邪马总的李和顺 靠人生致富 又穿梭议长选举 议员之一 他用金钱掌控人脉 成为李全教背后的大金主 三地讯文 常料结语台北报道 再来看复兴航空 没有学到教训吗 这一次呢 摔机摔掉了40多条宝贵的生命 民航局有下令说 你ATR的机队 其实一位机师全得重考 但是呢 现在复兴航空内部员工 出来爆料 说根本哦 这个高层只是做做样子 说他们就拿出了 这个颁表来控诉 说有好几位机师 根本还没有去考 可是呢 照样在排班 照样在飞 让这些还没有通过 重训的机师 在空中飞来飞去 他们真的觉得很不安全 员工痛批 这是罔顾人命 可是民航局 跳出来帮他们讲话 说如果要这些 没考试的全都不准飞 的话那航班会打乱 一举功长达40秒 半年内摔掉两架飞机 复兴航空ATR机师 面临重训 内部员工人心惶惶 你没有考核过 你就是在停飞啊 那你连考核 你都没有去考核 你凭什么可以执行 你把人命当什么 员工调除资料 右边这份是口试人员分派表 左边则是颁表 两相对照 2月8号执勤的8位机师 考试日期分别排在9号和10号 换句话说 根本还没考 照样开飞机 怕怕灶 空服员好害怕 但看看松山机场 复兴班机不是delay 就是取消 71位机师轮流考试 已经有四成航班受到影响 如果要求考试前全数停飞 机场恐怕大乱 如果考不过 大概就是不能飞 考量供需 民航局点头 还没考的继续飞 但两次空难 带走80多条人命 这段重训空窗棋 谁能承担得起 三里新闻台北做不到 另外你记得 当时在整个坠机的时候 前一刻的时候 那么副机师 有一直在民航 Mayday Mayday 就是求救的一个讯号 可是今天传出来说 塔台完全没有理会 这样的一个求救讯号 为什么呢 好 当时就是飞机起飞之后 塔台就把它交给了进场台 可是进场台 完全联络不上这一架飞机 就要求塔台说 你是不是再联络一下 好 就在这个时候 傅星刚好发出了 Mayday Mayday 求救的这个讯号 可是塔台说 他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他是听不懂 还是误听了 还是怎么样了 但你来看 机长喊出Mayday Mayday 都已经紧急求救 但塔台人员却什么都没听到 管制员是有两个 如果你们只有听无线电 那只听到一个 可是平面东西也有劲 所以管制员又想说 这个飞机可能还没有切过去 所以他又告诉他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通讯是有一点 就是因为两个混在一起 就会有点扎印 怎么会没听到 还原当时塔台人员 看到飞机正常起飞 就把飞机交给进场台 但是进场台却无法联络上 G1235 只好回头请塔台联系 进行三方通话 但只听到滋滋滋的杂讯 杂讯的时间点 及时正在呼救 这项电影里头 空中指挥员忙碌紧盯讯号 塔台得负责飞机起降管制 是飞机的交通警察 到了800到1000尺 就交给进场台 2万英尺就由驱管负责 把其他飞机导引到别的地方 让这个故障机 能够专心来处置这个故障 避开所有的航机 让他返回到原机场落地 没得没得安全 没得没得 没被听到 传出当时的女航管人员崩溃大哭 还得找医生心理滋伤 但是检报认为 就算听到球秀反应时间过短 也可能很难挽回悲剧 但真正的失事原因 还在一块块拼土利金 三地新闻这种报道 而台北捷运今天也让乘客吓坏了 这是松山新电线 列车在行经到固庭站的时候 突然就打开了 整个车门都打开 这列车厢五个 里头有四个 全部都是开的 然后就这样 咻咻咻咻咻 一直走一直走 在里面的人真的是吓坏了 好 上演的这样的一个惊魂记 在今天上午的8点59分 第五节车厢四个车门完全没有关 好 那么他们通报占物员之后呢 列车到达下一站台电大楼站 车上乘客360个人才全速下车 捷运门一下关一下开启 连续好几次列车只能暂停 无法行驶 而这不止一次 小朋友进站后 车门开开关关 顿时吓坏所有人 这回更扯 捷运车厢行驶到一半 突然打开 旁边没有工作人员 车门五分之四全开 证明女性乘客靠在门旁边 时速太快 头发乱飞 不知所措 男性乘客吓到急闪 旅客说真的很危险 行径中打开啊 对啊 太夸张了 有时候人挤满的时候 有些人是背靠着车门的啊 所以如果行径中突然这样 赶快检查吧 门没有关啊 然后按服务领也没人理啊 然后就这样开车 是有一点危险 2月10号早上8点59分 捷运松山新电线 行经古停时 列车门却无预警开启 站长随车警戒 到台电大楼站 长达876公尺 行驶1分12秒 捷运以时速60转 恶速公里360人惊魂 他今天可能在中阵机电台 在关门的时候 才突然发生这样的卡住的 门没关 但是他送出的信号说门关了 以至于电链车的电脑 没办法掌握车门的情况 就开走了 拿出黑色零件 它就是寄电器 从西门子出产 贝杰还有116列车 都是出自这款 将会全面检修 而且早在中阵纪念堂站 就发现异常 但却没停下来检查 这回出包出大了 出厂前 维修人员怎么没发现 贝杰说绝对严惩 三顺刚喊人潘兆文 台北采访不到 执行公权力的时候 有没有太过失道呢 来看台南有一名单亲妈妈 她卖彩券来养家 女儿也会在课语的时候 拉小提琴帮忙招揽生意 没想到被住户检举说太吵了 那么警方前往现场去驱赶 这位单亲妈妈就哭着说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条活路呢 没想到警方竟然说 是这个社会不给你们活路的 好了 单亲妈妈一听好难过 做事就去撞墙 警察这才罢手离开 那么取缔到底有没有过当呢 警方说会再检讨 街头拉小提琴 救度大一的卢姓女大学生 撑着寒假 跟着妈妈以及妹妹在路口 边卖彩券边拉小提琴 招揽生意糊口 不过最近却遭邻居取缔 以妨碍安妮遭警察驱赶 妈妈低声下气求情 尽遭远警呛瞎 前面两性疼妈妈 因为当下警察呛吓 社会不给他们活路 妈妈情绪很激动 要撞墙 好在被民众阻挡 警察这才离开 他们不懂母女三人相依为命 是低收入户 具有卖彩券资格 入口摆摊卖彩券 拉小提琴吸引顾客 怎么会被检举室 妨害安宁 我们会请我们督察组 来做查证 如果是同轮 应对上 原署有不得体 我们会检讨改进 警方曾经误会 不给母女活路 指的是检举人 并不是出自警方的意思 也因为有人检举 远警必须前往取地 实在很无奈 对此台队表示 将出面协助 协商跟彩券行合作 兼用店面让母女摆摊 避免之后再被远警驱干 三连兄李世红 台湾报道 除了新冷之外 天气也真的是严寒 不过今天台湾稍稍回温 但是临近的日本 遇上了入冬最强的寒流 北半球 这个是大雪下个不停 成了淹雪的状态 美国东岸波士顿的大城 两三个礼拜 已经连续三个超强冰风暴 把当地的许多房子跟车子 全部都埋到雪里头 很多民众每天睁开眼睛 就得外出去铲雪 还有人因为铲雪速度太慢 导致家都被雪压垮了 美国波士顿鸡雪有多深 看CNN记者连线 连采访车都被雪堵住 连线空档还得找时间推车 三道寒流接力发威 美国东岸十一周 两个礼拜来 民众最常做的户外运动 就是铲雪 从地上铲到屋顶 没人敢休息 因为要是动作不够快 只怕自己的家 会像这排民宅一样 被雪压垮 今年冬天光是波士顿 累计雪量就达188公分 比人还高 民众大喊吃不消 偏偏美国气象单位警告 未来几天雪还会继续下 亚洲的日本同样不好过 毕竟零下45度的超强冷空气 灌进北海道和东北上空 冻到连梅花都开不了花 葡萄也被冻坏 成了一根根冰柱 民众出门 跟是包的根粽子一样 还有大货车 因为打滑撞成一团 驾驶被卡在车里 动弹不得 救助活动が行われているんですが また吹雪が強くなってきました 今年最强寒流入侵 日本从北到南 全都冷嗖嗖 最近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 千万记得保暖 新闻新闻中美军 陈其慧综合报道 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 那么很多人呢 往花市区跑哦 买一些新鲜盆 在替家里来天增喜庆 结果呢 我们也看到在花市哦 大家在抢什么 这是孔金的金树枝 金树皮 看起来金公香香 非常的喜庆 大家抢着买 结果你知道吗 其实哦 他本来只是个枯枝而已 老板很聪明啦 给他撒一些金粉上色 结果一支成本才七块钱 卖三百块 真的是恐惧吗 暴增四十二倍的 这样的收益 他一个过年哦 一个礼拜就能赚六十万 新年快乐 喜气洋洋 没看错 她是开喜婆婆 一大早逛花市 为了这一支 用掉饰 一货插着 把那个饰品掉下来 那我就这个 你就帮我包起来 摊子不够卖 老板爬上爬下 忙补货 大过年 空间的最赞 婆婆妈妈大批满 师傅加紧赶工 金粉大把刀 用甲醛搅拌均匀 一捆捆枯树枝 得一勺勺慢慢上色 最后放着烘干 步骤简单 但做一捆 得花六小时 师傅累烦 做完 可能是最一两个小时 又要赶到花枝去了 耗体力 却是几乎零成本 枯树枝 海边减来 金粉成本 大约两万二 但空间后 一支卖三百 光是年前七天 狂卖两千多支 大赚六十三万 不只金树枝 整排金竹子 才做好 已经有人下定 大过年 大伙图个金光闪闪 增喜气 老板也乐得 荷包满满 三连新闻 赖新剧 范新宇 新北市 参观不到 好 这是枯枝 也能够大赚钱 而另外骂人家 一句话值多少钱呢 来看段仪康 被罚了五千块 好 去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国民党立委蔡正元 跟这个学运的代表 在节目上对抗 那么引发了 民进党立委段仪康 批评蔡正元 说他是不要脸的脏东西 好 蔡正元很生气 就对段仪康来提出告诉 那么法院现在做出了判决了 就是呢 这个确实是 这个有污蔑人家 因为说是不要脸的脏东西 所以对段仪康判赔 要罚五千块钱 或者你也可以去服劳役 结果段仪康刚说 他宁愿服劳役 没有啊 你都不懂立法院的运作 拜托你还念政治研究所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 我原来大学部 大学还念政治系 你搞什么名堂 你们老师该开除了 我会解释一下 我会解释一下 蔡正元姿态强硬 爱修理人 去年太阳花学运 被学运代表吴征打脸 让民进党立委段仪康 忍不住批评 是不要脸的脏东西 让蔡正元气得提告 法院判决 段仪康要罚五千元 没有办法挽回了 那我必须要付出代价的话 那我就选择 对社会比较能够具体 有帮助的方式 我宁可去挖水沟 去帮忙铺路 我必须缴五千块给国库 我觉得要可能 对我来说 我心里会比较舒服一点 不要脸的脏东西 七个字罚五千块 等于一个字进千元 但段仪康大丈夫敢做敢当 选择服劳役一毛不拔 民众更酸 拿脏东西来骂蔡 到底是侮辱的谁 因为他是很雇人怨 这样应该还好了 为什么觉得还好 部分时候他是脏东西吗 那政治人物基本上 也不是很干净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人身攻击 对 鱼归鱼虾归虾这样子 有人听有人酸 但说也奇怪 就在判决出鲁的这天 段仪康在脸书po文 有一个认识的家伙 一直打来烦我 一看附助照片 竟然是马英九 这个马英九 是不是就是马总统 段仪康卖官子 当真是马总统打来 该不会是要劝段仪康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还是乖乖掏出五千块 三立新闻 林文赫 白乔英 台北 台北市长 柯文哲就要帮市民来省省荷包了 到底要大刀砸向哪里呢 来看他现在准备要砸向加班费跟交通费了 因为台北市你看一年加班费就要八亿 然后你交通费也要花五亿交通的补助费 那么柯市长就说这些通通要调整 虽然这两笔预算是不会删除 但是他个人反对这种齐头式的平等 所以你的加班应该用绩效的方式来发放 那么至于就是你的交通的部分 现在就是说未来 看是不是7月1号开始就取消两段以上的补助 好 这是新人新证用这个方式来省钱 师傅员工上下班拿出悠游卡一刷 车前市府补助市民买单 市长柯文哲派办定案 这一笔费用将部分取消 两段以上的是取消 就是说不给了 因为没有理由 因为我发现有人说住在苗栗住在台东 那在请那个每日上班的加班会 这是没有道理的 全台湾只有台北市 这个也是太奇怪了 北市府一年交通费预算五亿元 柯文哲认为有些补助不合理要喊他 7月开始不再补贴市府员工两段以上交通费 每个人最多只能申请1260元 一年估计就能省下8000万 柯文哲要准结 连员工加班费一年8亿也要省 改用补修取代 两项补助全坦庭 留下的14亿元要改当绩效奖金 反对这种齐头式的平等 甚至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平等 所以关于这个加班费跟交通费 我希望这14亿 我们还是要做员工的薪资 但是是用绩效的方式来划出去 接受吗 谢谢 我可以啊 市府员工态度低调 柯市新规定打破公务员安逸心态 朝企业化竞争看齐 要让台北市政府更有效率 森林新闻 许副节礼品 SN小组 台北报道 柯文哲又搞仇雍马 好 我们要看的就是呢 他刚上任的时候 就猛K前朝的人哦 还有又打了财团 那么包括呢 就是担任副邦金控 独立董事的赵绍康 跟庄文思 后来都走人了 但是谁来接任呢 哎 却换成了张景森 好 张景森呢 是柯文哲竞选市长时的政策总监 那是不是因为扶选有功 所以就按插自己的人马 来坐领700万的年薪呢 结果柯文哲说 没有张景森呢 上任之后是不领薪水的 所以呢 就说他不是肥猫 那么张景森也在自己的脸书贴出来呢 他的酬劳是会全部捐出来的 不能被叫做酬庸或者是肥猫 才大骂好龙兵人马 庄文思担任副邦金控 独立董事不要脸 现在却换上自己大心腹张景森来接任 柯文哲被报酬庸 他就没有当肥猫了 不是把这个当做一个酬庸 所以他没有用没有被酬到你知道 他前却不捐的 安插自己竞选时的政策总监 就怕观感差惹来骂声 张景森脸书早就准备好 过去很多公司独立董事被批评 是用来酬庸的肥猫 本人和市府都不愿继承这项恶习 因此在此正式声明 未来所有董监酬劳将全部捐出 年薪加上红利一年大约700万 张景森都不要 但议员说真正的利益 根本不在表面薪水 庄文思如果是不要脸到极点的话 那张景森因为要把薪酬捐出来嘛 那所以他是不要脸少一点 仇佣的心态 任用自己幕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如出一策的 张景森可以说是 涉入柯P的选举非常的深嘛 所以这样子任命他担任独立董事 我认为是政治仇佣 我希望柯P能够再三思 张景森将从张老师变身为张董 柯文哲当初信誓旦旦喊出 悬上市长不派用自己人马 这项诺言底线已经慢慢失守 夏令新闻 林文富白乔英台北采访报道 再看家长抱怨什么呢 最近呢有些购物中心呢 本来不是要给这个 带着小朋友的家长有些方便 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推车租件 而且是有造型款的哦 但家长呢最近去租 才发现啊怎么变成要收费了呢 其中造型推车居然一次 就要收个100块钱 所以引发家长的抱怨 但是购物中心诚心说 清洁维护都需要成本啊 所以才会改成要收费 小妹妹蹦蹦跳跳好开心 正准备坐上摆在一旁的造型推车 和妈妈一起逛购物中心 没想到 这个是20块的 我记得以前好像不用钱 我们训练开始之后就收费了 哇妈妈听了差点没傻眼 因为看看柜台立着这告示牌 婴儿推车20元 造型车租一次要100元 勉强租下家长荷包失血 100块租 租到9点半 9点半 对 一点贵 100块哦 应该洗点来租啊 要租一天 少一点点租 对啊 不限时间算次数晚点来就赔钱 过去购物中心租免钱 去年11月开始收费 不仅如此租借规定多 带宠物上车 清洁费收300元 一旦损毁一时原价赔偿 我觉得应该是免费 那造型推车的话 如果说它的收费低一点的话 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觉得一次要到100块 有点不合 我从家里推过来比较方便啊 小喇叭颜色缤纷 购物中心说这造型车 从日本进口 一台要价28000元 有60台 另外婴儿推车价值5000 总共80台 平时清洁维护都要成本 希望提供更好的服务给顾客 包含我们清洁啦 还有整个维修的部分 也希望在这一块部分 能够再去更加强 不得已和家长收费 但购物中心说 没有硬性规定 非得要租 不想花钱自己带 只不过本来是提供方便的服务 却改成要收费 难免让家长抱怨 又要多花一笔 三绿新闻又播出 有凯如新北市开放不到 另外提醒大家 现在市面上有贾美钞流窜 新北市永和有一家银楼 那前几天有一名男子上门关雾 他就带了97张的美钞 那么自称呢 是台商赶着要买金 是要送礼的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买走了好几组金链 跟这个金键 那么后来店员呢 刚开始不宜有他 只用这个验钞机就验钞了 没想到这样的机器 根本验不出假美钞 等到把钱送到银行 存的是后财金绝受骗 损失三十多万 一名男子进了银楼 一开口就赶着 要好几件的金饰 还拿出一大碟钞票 仔细一看 全都是白花花的 百元美钞 一共97张 让店员以为大户上门 赶紧拿了好几组的金项链 给他挑选 这件男子看都不看 全部打包 还要店员拿出计算机 美金折换台币算了好几次 没有想到这些美钞 根本是假的 后来是隔天拿去银行 拿去银行之后就发现说 其实这个是完全都是伪钞 想到嫌犯急着挑金氏 当时店员就觉得怪怪的 没有想到还是受骗 四号傍晚 为在新北市永和这家银楼 遇到了骗子 对方靠着一叠假美钞 就骗走了五个金戒指 一组套链和两条手链 价值台币三十多万 怎么假美钞会 看不出来 因为美金它是有过那个机器的检验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 一般店是美钞 还是要用手和眼睛辨别 像是一百元的美金正面 空白处有富兰克林浮水印 上方一百元和中间的头像 摸起来有凸板印刷 右下角的一百 翻转的时候油墨会变色 背面的独立纪念馆 摸起来也会有凸起 空白处还有纤维荧光丝 店员一时大意遭到诈骗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嫌犯全力逮人 还要查清楚这么多贾美钞 到底从哪来 参修叶林凡达安志 新北市报道 另外鼎心前董事长魏映冲 那么由于呢 他这个二度胶保已经被驳回了 所以现在正在召开击押庭 到底会不会被押起来呢 今天呢露出了一抹微笑 真的是蛮诡异的 好 日前呢 彰化地方法院给他二度胶保 检方不服再提抗告 那么今天在彰化地方法院 进行证人交互结问之后 下午继续来开这个严押庭 魏映冲到达法院的时候 神情严肃不发抑郁 甚至被媒体问到 这个连续开庭 他会不会很辛苦呢 没想到他发出了一抹微笑 带你们看 上午8点20分 魏映冲抵达彰化地方法院 表情严肃 简单说了谢谢 就快步走进罚警室 魏映冲日前才花了 三亿元的天价 获得二度胶保 但这可让检方很不服气 继续提出抗告 上午在进行证人交互结问前 魏映冲还先把握时间 不出法庭上厕所 每次来都有准备吗 我们这个部分会先做一些准备 等待开庭前 魏映冲对于自己会不会担心 被羁押 是面无表情 但当媒体问到 接连三次开庭 押庭会不会很辛苦 魏映冲竟然发出一抹微笑 检察官是必须举证 证明他有这个事实 有这个余力 而不是用人性来推定 由于上午的审理庭 简便双方激烈攻防 因此严押庭还延迟了两个小时 由于何一庭三名法官 审判长吴永良 寿命法官吕美玲 和裴席法官张秀涵 都是原班人马 彰化地院法官二次被打脸 被告律师给温暖 批高院裁定草率 好无专业可言 审判长听了 也频频微笑点头 检方如果没有提出新事证 要跟踩的几率高不高 引发外界关注 三地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另外郑杰所犯下的 捷运杀人案呢 造成了四死二十二伤 结果今天在路开庭的时候 他也首度讲话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我可以出去的话 我呢不会再杀人 好今天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法官要郑杰表示 对自己的犯行的意见 来说明 结果郑杰就首度开口 他说对于我的行为 我已经无法弥补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接受心理滋伤 如果可以出去 我不会再杀人 郑杰讲完了呢 这个旁听席上的死者的家属 跟伤者通通愤慨痛骂 那么郑杰的律师向法官说 郑杰犯一犯后呢 是有意投案 也自白犯刑 羁押期间表现良好 并没有说完全不能矫正 叫化的可能性 不过当天的伤者旁听之后都说 受到这样的痛苦跟身心折磨 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相信法官的眼睛会是血亮的 而另外台中市警方 破获一个保险黄牛集团 这是医生也帮忙 在一起炸宝金吗 逮捕到三名不孝的医生 那么警方调查 这个集团是以利诱的方式 去找寻医师来配合 以每一件给你 一万到两万不等的价钱 把原本是轻伤的病患 就把它改成了残疾 开力不时诊断证明 像劳保局或者是保险公司 炸领高额理赔 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像会说话 全身散发着空灵气质 再加上纤细玲珑有致的身材 周湘英的美 直逼荧光幕前的女明星 但没想到 她却是靠着这美丽的外表 加入保险黄牛集团 色又一身 短短五个月 炸领到1700万元的保险金 一名伤患从医院出来 坐在轮椅上 旁边还有两名女子在帮忙 上车时 这名伤患的动作 看起来确实是需要人参幅 但就在车子开到远处 这名伤患竟然就可以 自己骑车离开 原来帮忙她的女子 说了拜拜就快走闪人 当场被试破 这根本是在装病 台中市警方逮捕 三名不孝医生 因为他们全都经不起诱惑 以每件一万元到两万元 不等的价钱 帮原本轻伤的病患 开出残疾的诊断书 这样病患就可以向保险公司 诈领高额的理赔金 集团的业务员 会交代这个病患 要到医院看诊的时候 要带拐杖 还有传着腹剂 这个集团的成员 会对医院的病患发传单 转诊到配合诈骗的医院 再由医师开出不实诊断证明 分工合作非法获利上千万 就连色诱医生的女业务员 月薪也高达28万元 现在警方将三名医生 以及集团成员 以诈欺以及未遭文书罪 移送法办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中市 不是换了新的市长了吗 那么底下的明镇科 是为了改市长的张 结果要把全部的公文前面的 把它销毁要换新的 好 这会不会太过麻烦了呢 怎么说呢 因为台中市政府明镇科 日前要各个区公所的兵役科 把这个提检表跟分级令 全部都要升为市政府 这可是多达两万多份 然后全部销毁 那拿回去干什么呢 其实是同一个文件 但是签名本来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龙要把它改成 像这样的一个签名 好 也就是说你旧的张呢 看起来比较潦草 新的张看起来比较大气一点 所以呢 你做这件事情 只是为了要改一个张 好 基层公务员就非常的不满 为了一个签字张 必须这样来回奔波 大家了解 台中市政府办公室里头 替代一南提着一代代的文件 准备做销毁 再换另外一批新的回去 为何如此大费周章 要请各个区公所人员 特地到市府来换同样的文件 发现到了吗 原因就是市长的签字张换了啦 旧版的文件上筒印的张 较为潦草 但新的张 笔画变粗 字形也变圆润了 尤其是龙 下方勾起的笔画 也变得比较方正 表现得很大气 很圆润 很好看这样 那也代表市长 他的雍龙大度的辉鸿气质 没什么差别 因为辩民最重要吧 台中市长林家龙去年 12月25号上任 使用的都是旧版的签字张 有民众反应市长的掌看不懂 所以从上个月12号后 改用新的张 但像是民政局已经先印制 两个月的体检表和整级令 给各区公所的兵役科 约两万多份 现在下令全数回收 由公务员州痛批 真的是在找麻烦 民政局现在也出面道歉 就怕造成社会大众观感不佳 三连新闻 陈志龙潘英文 台中参谋报道 而观感最不佳的恐怕呢 是用这个大钱呢 来行贿 来买到这样的一个议长 涉嫌议长行贿的台南市议长 李全教 那么今天凌晨的时候 已经是被扣押起来了 那么台南立院呢 是以李全教有串政 灭政跟逃亡之余 火速把他押起来 那么李全教呢 跟民进党的台南市党部 评委蔡启兴等这四个人呢 通通都是被收押进建的 那么到底他们是如何买票呢 那么根据检邦的说法 他们是有进行分工的 李全教呢 他就是透过这个装脚友人 林聪兵来当白手套 那么处理对岸的汇款事宜 然后呢 透过中间人蔡启兴跟杨明达 来牵线那些民进党的议员 来进行买票 那么而压垮李全教的最后一根稻草 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检方拿出什么 可以让李全教这样一刀背面的吗 好说呢 就是白手套 从中国汇钱回到台湾的那个水单 当场被截获 才会呢 雷霆收网 深夜球车上就是台南市议长李全教等人犯 刑贿案涉嫌重大恐串灭证 法院裁定收押境界 押往台南看守所 何怡婷认为 主任被告李全教等人有勾串共犯 真正之余 被告李全教蔡启欣 杨明达林聪斌 均予以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 检方霹雳收网 周日下午在机场拦截李全教 随即发动搜索 但李全教预警服务处没开 傍晚5点51分左右 远警跟调查员一度吃了闭门羹 只能哭坐骑楼下椅子苦等 一边联系服务人员来开门 等到8点出头总算有人来协助一行人进入搜索 整理出几箱可疑证物 有蛛丝马迹的碎纸也不放过 连同电脑一起带走 全案破口就是掌握李全教 透过有人装缴林聪斌 把大陆的钱汇到台湾交给蔡启欣 再交付相关议员 握有汇款水单以及本票等市政 加上款项根本不该出现在议员 及其家人账户才决定收网 初步厘清买票分工 林聪斌帮李全教 在大陆处理汇款事宜 并透过杨明达担任中间人负责游说 民进党评委蔡启欣 则是策反担任议员的妻子庄玉珠 跟议员曾王亚云 并负责交付款项担任白手套 其实南检从选前就收到宪报 从李全教一当选议长就开始侦办 连议长选票上的指纹都一一查验 因资料庞大 全案卷证动用了五台乡行车才在玩 接下来要找出具体账户交易金流 让李全教插翅南非 三菱姓王家平李世宏 SNC小组台南采访报道 好 不过呢当然也有来声援李全教的 那么主要这起案件呢 他的后援会今天表示呢 说也要帮李全教来组一个律师团 要提出抗告 他们出示了李全教在出国前的通联记录 好 传这些耐呢就提到说呢 刚刚我们看的那一章呢就有提到说 这两天不在可以周五中午吃饭聊聊天吗 好意思就是说李全教是会回来的 并没有逃亡之余 不过李全教呢现在被收押起来 也包括他有串正勾串之余都有 所以呢这个把他给收押起来 但他的后援会就强调说 李全教这一趟去中国是去证婚的 说是没有逃亡的情况 用这个要来驳斥前逃的传言 台南市议长李全教一次会选 法院清晨裁定积押禁件 李全教后援会无谓含风院外声援还要提抗告 扩大组成律师团 然后那么选法律途径提出抗告 后援会提抗告更让他们气愤的是 对外界质疑李全教2月8号去厦门是畏罪潜逃 后援会出示赖通联记录成亲 台语阿挑就是父母教的乳名 2月8号通灵记录被剪掉带走之前 李全教跟后援会说 他这两天人不在国内 可以约周五一起吃饭吗 后援会说原本李全教当天3点20分 要搭飞机到金门 透过小餐通前往厦门帮朋友证婚 结束后2月10号 搭B7-938班机从厦门返台 机票已经买好 预计傍晚5点50分抵达台南机场 晚上9点召开幕僚会议 打算在2月13号中午 邀约县政 交通 文创 农业等 10位学者专家讨论辅惠和解 秀出行程反驳潜逃之说 所谓的逃亡之说 纯属子虚乌有 李全教积压金剑党内没人挺 自称是多年好友站出来 澄清传言还要提抗告 只是这份通联记录开不出来 是不是李全教本人 是真是假让人充满疑问 3D新闻黄家平秋山 SNU小组台南采访不到 好 争议了那么久呢 李全教还是被压了起来了 那么检方呢 根据这个致命的水单呢 把他给收押 发现了有从中国进来的这项资金 好 他的资金源头到底是资金 还是在大陆的朋友帮的忙呢 好 大家很怕呢 他这样的一个买票过程 是不是会变成一个买办 一个台商 或者是台商帮他集资 那么希望能够打通 跟中国之间的生意呢 好 现在这是检方 要进一步来查的 不过呢 今天透过民进党在地议员 他们的一个资讯呢 可以了解到 买票到底行情是如何呢 已经浮出台面了 民进党台南市议员 邱莉莉她就爆料说 有所谓的前进跟后线 好的 你看呢 如果是国民党自己人的话 最起码就是最起码 30万起跳 那么如果你要挖到 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关键票的话 好 跑票的呢 一个人最少给500万或是1000万 然后呢 如果你跑票 被开除党籍的话 就会再给你2000万的慰问金 所以1000万加2000万的3000万啊 你看买一个议员就要3000万 那买那么多议员 哇 要花 现在传出是 李全就要准备2亿 也有人说是3亿呢 来买这个议长的宝座 甚至呢 就是你在那边 人家在投票的时候 你在那边过外场拿个衣服 在那边一直挡来挡去的 那个起哄的呢 你有数百万的这个钱 可以拿得到 哇 是有这样的一个价码 带你了解 夺向台南市议长宝座 李全教高呼胜利 策反绿营议员导哥 拿到29票 买票行情惊人 他当时开出来的价码是500万 一票是500万 那假设因为跑票 那导致这位同仁 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话 他要愿意再付2000万的这个慰问金 大手笔还分前金后卸价目表 帮忙当对口走路攻30万 议员则看蓝绿赢跟策反难度 每票500到1000万 因为跑票被开除党籍再加码2000万 后卸慰问金 一票最高3000万入贷 我听到最高是一票是3000万 然后最基本 基本价码听说是1000万 然后如果不是有涉及党籍的问题的话 基本价码好像是500万 疑似拜倒金钱攻势 不顾绿营亮票承诺 蔡秋兰走出圈票处 票折到看不出来 由国民党林彦柱大鹏展示掩护 把票丢进票轨 梁顺发则跟国民党监票议员交头接耳 女议员的嘴型似乎说丢快一点 同样没亮票的还有庄玉珠 被绿营点名跑票五人 在调查后只有三人无保请回 庄玉珠增王亚云各以30万50万交保 而跟李全教交好的蓝营议员行踪也引人关注 李全教被拦截当天 大鹏展示掩护成名的林彦柱 仍在香港 一向力挺李全教的谢龙介 则在上海 不知是否跟李全教原本的出境计划有关 也或者只是巧合 三立新闻秋少阳 黄嘉平 SNG小组台南采访报道 好整体事件的最受到瞩目的 就是民进党的自己窝里反 今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说了重话 说选你们出来不是让你去跟国民党一起沉沦的 好来看怎么回事 就是这位蔡启欣 现在也是被收押起来了 蔡启欣她可是民进党台是党部的评招 好专门在担任这个凭借的结果 自己却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好那么她的太太是谁 就是议员庄玉珠 那么也在之前被民进党开除党籍了 因为认为她跑票 好那么昨天也被约谈 后来是以30万交保了 蔡启欣你可能不认得 但是呢她之前曾经参选过 这个台南市党部主委 然后她的爸爸就很有名的 就是蔡介雄 好过去的党外大佬 也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 怎么儿子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好大家就要来看了 到底她跟赖清德是有什么样的恩怨呢 好那么其实呢 过去就传出说 因为她的太太 其实也连任好多届的议员 其实都蛮挺赖清德的 因为呢在赖清德跟许天才 在征市长的时候 那么其实呢 是有来挺赖清德的 可是后来呢 赖清德在挺她自己的子弟兵 出来选议员 哇所以现在就有一点利益上的问题了 所以后来就变得有一些嫌隙 因此呢 在这一次又是有嫌隙的情况 又有金钱利用的情况 所以呢 就这样子窝离返了 继续来看 议长会选案遭到检调约谈 议员庄玉珠被以20万元交保 三菱新闻独家拍到 她拎着包包献身住家门口 议员 心情怎么样 一看到记者 庄玉珠转身快闪 虽然自己获得交保 但先生蔡启欣 因为涉案重大 遭到院邦裁定收押 两人原本都是死忠 民进党员 怎么会窝离板背叛民进党 蔡启欣啊 她身为那个 明昭啊 现在外界 好 谢谢哦 谢谢 一听到蔡启欣三个字 市长赖金德脸色一成 转头走人 党内同志说 蔡启欣过去 因为跟许天才不和 转而跟赖金德友好 两人成为八戒 但之后却因为选举 产生嫌隙 以前跟市长的互动 算密切啦 但是后来呢 在地方有一些选举 可能让那个 蔡启欣她心生不满 我以为我是一个 专业主委 原来蔡启欣的太太 庄玉珠多次参选党内主委 但赖金德不挺 庄玉珠参选议员选举 赖金德同样在同选区 推出自己人选 导致庄玉珠差点落选 两人关系决裂 让李全教有期可振 选主委部分有一些意见 所以才 这个不会是原因的 蔡启欣出身政治世家 父亲蔡建雄大有来头 是民进党创党元老 还曾当过沈议员 但有个迷人老爸 没有为蔡启欣加分 参选国代落选 之后退去二线 全力帮议员太太抬教 身为民进党内的评招 蔡启欣负责纪律工作 却向黑金靠拢 服务处随即遭到支持者 呛下抗议 请求辖区远景加强巡逻 蔡启欣倒戈 背叛好友出卖党 民进党也将涉案 党员送交中评会调查 讨论是否开除党籍 三菱新闻中立学 刘安智 SNS主在台南报道 好 李琼教等人呢 已经是被羁押 禁见了 台南市长赖清德 今天呢 主动对媒体来回应 他说呢 自己对这个司法案件 是挨惊 但是没有喜 好 没有任何的喜悦 好 而且呢 他也提到说 自己只不过是地方首长 而已 这个国民党呢 中央要不要正视 好 国民党立委 今天就隔空来 施压党中央了 要求说呢 你不应该依 那个党章的规定 要那么慢 要等到一审判决 有罪才要开除党籍 好 大家都在等着 朱立伦会做什么样的 一个这个 接下来 做一个什么样的裁决 尤其呢 他跟这个李全教 在那边唱 你是我压的 好 这回呢 他自己呢 可是非常的尴尬了 现在朱立伦呢 也只是党中央 考机会要赶快的召开 可是呢 考机会目前根本都 还在筹组当中 这到底是说真的 说假的 继续来看 我们一定是尊重司法 勿望勿忠 李全教会选风波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一句勿望勿忠 就像跳针一样 如今李全教被收押 也不得不切割 启动考机会 我们希望这个司法单位 一定能够彻查到底 那有关国民党的部分 国民党本身有非常严格的 考机跟联政制度 只有埃金 没有喜悦 我们希望所有政治人物 不管是要竞选议员 或是要竞选政府议长 都应该以此为戒 我们也希望 国民党或民进党 都应该要支持改革 应该做的措施 我们都应该要建制完毕 赖信德持续施压 呼吁蓝绿 齐步改革 回顾过去国民党内 林一世收贿案 还没起诉判刑 就开除党籍 赖速收押第三天 庭权处分 这回李全教案 可能成为朱立伦党魁任内 首开闸案例 我没有权利拒绝任何的党员 那至于唱同一首歌 是十一场都一样 想当初还一起高歌 你是我兄弟 也因为这一唱 朱立伦拥抱黑金标签 怎么也撕不掉 心酥瞎狼哉 冯光远建议 朱主席改唱这一首 你是我兄弟 便不如慢行哉 朱立伦上任 挺过立伦补选 但怎么处理李全教案 犹如芒刺在背 三立集五黄大佛 黄师庭台北做报导 而马亿九核心 恐怕输得很惨了 来看这起案件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就是北姐在侦办 张显耀 涉嫌泄密案 结果呢 曾杰了 今天是不起诉 因为根本就查无证据 好 张显耀呢 他就发表声明 他说自己都是向中国方面 来争取让利的 他哪里有泄密呢 好了 王玉琪怎么办呢 当初就是呢 他逼得这个张显耀下台 然后呢 他又讲说张显耀的涉嫌 就是呢 卸了这个国安机密等等 好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呢 今天王玉琪只好请辞下台了 那么我们就要看 为什么不起诉呢 就看到检方的起诉书里头 一一的驳斥 王玉琪所说的那一件 包括呢 陆委会提供的文件跟证据 尤其是陆委会的消息来源 根本呢就只是听来的 就是王玉琪呢 有台商跟王玉琪讲说 你要注意一下哦 就说呢张显耀跟大陆官员走得蛮近的 就这样而已哦 然后连一张黑函也都没有 那你用听来的就可以这样把一个人定罪吗 检方认为听来的是不足以当成推论的 所以呢张显耀是不起诉 好了逼得王玉琪今天很生气的 这个下台还发表了很长的一篇文论 现在您看司法的发展 后来发现被告张显耀所揭露之事实 或仅列为普通等级之公文内容 或者是通讯监察内容所成熟之事实 不能确定其是否存在 无从论断其是否属于秘密之事项 北检认为被告张显耀历年通讯监察 都没有发现危及国家安全的情报 也看不出张显耀和陆方往来有什么异常 两岸协定也没有规定要用什么方式达成 尤其检方最不能认同的 就是陆委会的消息来源 有台商告诉我 张副主委跟中共官员走得很近 要我注意 承办检察官也认为 光凭此听闻之检举资讯 并不足以推论出被告张显耀 却有所指之泄密犯行 王玉琪坐镇听到台商跟他提醒 要小心张显耀 但也被检方质疑 听来的怎么当成推论 过去曾经跟张显耀共事过的 亲民党副秘书长刘文雄 痛批整起事件 根本是一场闹剧 我想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闹剧 只还清白不还公道 我甚至于说基本上也毁掉张显耀 刘文雄质疑 当权者为了升官发财 制造冤案 张显耀也发表声明 他和陆方谈判都是争取让利 哪有泄密 并表示很多事情都是奉总统马英九之命 专案交办 如今张显耀泄密案告一段落 但掀起的政治风暴 恐怕已赔上两岸互信 三立新闻成立国 陈乃鱼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王玉琪走人了 您可以看到的这些 马总统的心腹 一个一个下台 包括王玉琪 还有金普聪 以及呢 总统府秘书长杨静天也请辞了 国发会主委 广中敏也请辞了 江东部长叶匡时 还有更之前的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他们都一一请辞了 好 这个马核心呢 全部请辞 现在是怎样 只剩下一个总统 马英九 在总统府内孤单的待着吗 这是马英九的节节败退 真的是输到只剩下总统府了 好 我们来看呢 那王玉琪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怎么办 他宣布请辞 然后呢 就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对于检方不起诉呢 他无法认同 他说呢 陆委会已经提供所有的资料跟证据了 如果检方认为这些不是机密的话 那他讲得好生气 他说 那以后是不是呢 干脆把机密通通打包 然后整厢都散去带了好啊 整厢打包给中国大陆呢 他的话说的一句比一句还要重 而且呢 他还重批 张显耀呢 是在媒体前公然说谎 好 你看呢 这个王玉琪哦 他是主委 张显耀是前副主委 他可以对他昔日的同僚 这么的毫不留情 那你来听 之前呢 说过如果张显耀不起诉 就要请辞下台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召开记者会兑现承诺 宣布请辞 不过记者会上 王玉琪对检方不起诉的结果 表示尊重 但理由 他说他无法认同 检方都认为 不是机密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以后 这些被检方认定不是机密的资料 就可以整箱打包送给陆方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检方 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以及他的理由 无法认同的原因 看得出来王玉琪情绪相当激动 认为检方不起诉书中 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张显耀 未答违法标准的不当泄密 针对检方认定 此一涉及国安的案件 未答违法程度 变成一种不起诉的泄密 本人非常遗憾 张显耀在案发后 他是马总统 有一个传真信函中 那个信函中已经在明了 我已经告诉他资讯外泄之事 那个信函的内容 就可以证明张显耀那时候是 公然说话 话说的一句比一句狠 对昔日同僚张显耀毫不留情 去年八月张显耀被请辞 引爆政坛风暴 张显耀还在镜头前 声泪俱下 甚至还说连遗书都准备好了 但当时陆委会再开记者会 王玉琪亲上火线 揭发张显耀泄密案 一脸严肃指控张显耀泄密 以违及国家安全 但半年过去 检方症结不起诉 理由王玉琪不认同 但显然陆委会提出的证据和指控 也不被检方认同 三立新闻陈立国 陈乃与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陆委会呢 真的是王玉琪完全是被打脸了 那么现在马核心呢 一个一个呢 都已经是下台了 好 换的呢 我们来看国民党新的主席 朱立伦上台之后呢 他宣誓要改革 包括智库要改 好 就被讲说呢 把这个连赞的人都赶出去了 然后今天他公布新的人事一看 嗯 刚才跟你说的 总统副秘书长 投靠朱立伦这边呢 就跑来当副董事长 还有一个副董事长 就是郝龙斌 那么甚至不止如此哦 这个朱立伦真的是内举不必亲呢 朱立伦的妻旧高斯伯来看一下 他呢就是出任这个智库的董事 那么名单当中 你刚刚看到包括杨靖天 不是说要照顾家人 辞掉总统副秘书长吗 结果马上来这里接副董事长了 蓝伟他们自家也就讽刺哦 说这些人休息一下 身体马上就变好了 而且呢也看得出来说 朱立伦毫无改革新意 上任党魁朱立伦才喊新人新气象 但成立22年的国民党智库 换来换去新人是出炉 党主席朱立伦兼任董事长 副董事长找来郝龙斌 还有即将卸任总统府秘书长杨靖天 只不过才刚以母亲年事高 返家为由辞职 如今再接智库副董 也被兰尾自家人说话 现在政务官哦 因为压力太大 常常身体不好 然后就死官回去 那休养身体一阵子又非常好 又回到工作岗位 然后又升官 卸任官员接掌智库的 还有前经建会主委迎启明 担任执行长 但最受瞩目的是他 朱立伦七舅高斯伯 前盟葬委员会委员长 担任董事 以及前新北市党部主委江振燕 都是朱立伦人吗 内局不必亲嘛 假如是好的人才 那个也可以推荐自己的兄弟也不错 殷勤明当然是有他的问题啦 那个 那个他以前在当经济部长的时候 确实大家对他评价还没有很好 那可是我想他应该 这段时间沉寂的应该会还行 新人士肥水不弱 外言人填算 原国民党智库的连家军 多半撤退 只剩蔡勋雄 张昌邦留任 国民党谈改革朱主席 却依旧内举不必亲 三连新闻成家好不好 请台北报道 而对民进党来说呢 接下来马上布局 这个礼拜四呢 就是总统的这个 如果要参选的话 就要去领表了 还有马上也是要参选立委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呢 蔡英文她现在有一招啊 就提到呢 因为柯文哲的现象 所以呢 她决定了 有这实习呢 就是礼让给第三势力 都是民进党的艰困选区 好 什么样的艰困选区 您大概看得出来 台北市的大安文山信义 每一次都输 还有新北市的中永和跟新店 以及呢 新竹县 苗栗县 还有桃园市的中立八德 好 这就攀牙 对民进党来共 那每一次呢 得票都不到40% 而且落后对手还超过一成 这就是他们的艰困选区 要来礼让 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呢 这里头在台北市的中山松山 这一区呢 柯家军哦 人家自己就是磨刀祸祸了 像是前发言人潘建志呢 基层就跑得很勤 而柯办主任肖亚潭哦 已经在台北街头 挂起了十层楼的海报 不约而同的都锁定 罗鼠蕾的这个选区 那么尴尬的是 两人都强打柯文哲的选举 logo 文学已经是撞途了哦 那么参选大爆炸 民进党议员梁文杰 也宣布加入战局 您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立委选战 抢抢滚 林立长 立委 我班医师 靠着两头腿 逐一拜访立长医师 潘建志是柯文哲选举时的发言人 如今穿着同一件可披背心 潘建志瞄准国民党立委 罗鼠蕾选区 公开下站帖 我本身也是医生 我是精神科医师 所以我这一次的选举的主轴是 白色力量翻转国会 柯家军纷纷出头 这一头十层楼大楼挂出 嗡嗡嗡宣传海报 疑 萧雅坛 何许人也 嗡嗡嗡 萧雅坛 嗡嗡嗡嗡 他传达就是说 我们都是认证做事的人 这个参选初衷是要淘汰烂立委 我本来就觉得 罗鼠蕾是不夸了法的立委 有志一同锁定 罗鼠雷前柯文哲办公室主任 萧雅坛 磨刀霍霍 柯家军闹双包 连文轩logo也强碰 左边是正版柯P logo 六角形写着柯文哲 萧雅坛直接复制修改姓名 潘建制则换成英文 聪明的选择 高举白色力量旗帜 北市插旗 绿营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公开表态 也要投入战局 不能够说因为结构不利 就放弃 然后不断的离让其他人来选 否则的话你就等于是 民进党你放弃台北市 然后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南部党 柯文哲宣丰能否产生外衣效益 让选举团队也保送国会 打上问号 但绿营议员不确战 也想自己攻城掠地 三零新闻黄道佛 黄世廷台北中报导 选这个立委是未来市 不过马上礼拜六要登场的是 台湾这个二十年来 才第一次要罢免立法委员 被罢免的这个人是蔡正元 可是呢 他的这个有规定 说你不可以宣传哦 那现在呢 被检举说 又再宣传了 已经超过三十件了 可是罢免的门槛 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你的投票率 必须要过半 这个门槛很高 那么以港湖区 南港内湖呢 三十二万公民 二分之一要十六万票 要十六万个人都有去投票 还在投票里面 还会分有赞成跟反对 所以你如果是 这个不去投票 就代表你是支持蔡正元的哦 但你要先达到 有十六万个人去投票 这个门槛就非常高了 你以蔡正元过去的得票 顶多也十一万 过去那么非单一选区的时候 也只有四万 结果呢 光是要去投票 就要有十六万人 好 大家说这真的很不合理 好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包括黄国昌 牙医呢 跟这个鸡排妹 他们都有记品文 就说 如果真的可以 投票率过半的话 他们都要提出 像是免费教英文 免费职业或者发鸡排等等 大家都在吹降的一个投票率 不过今天蔡正元 被瞩目的是他告赢了一件事情 因为呢 他告立委段怡康 为什么 就是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那么那时候呢 蔡正元因为跟这个学运代表呢 在节目上对杠 然后呢 这个段怡康就在脸书上呢 就发了文 说呢 这个是不要脸的脏东西 一头脏子在主席台算了 结果被判 这是公然侮辱 要罚五千块钱 也可以服劳役五天啊 结果呢 刚段怡康说 他宁愿去服劳役 这票吗 没有啊 你就不懂立法院的运作 拜托你还念政治研究所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 我原委大学不停 大学还念政治系呢 你搞什么名堂 你们老师该开除了 我会解释一下 我会解释一下 蔡正元姿态强硬 爱修理人 去年太阳花学运 被学运代表吴征打脸 让民政党立委段怡康 忍不住批评 是不要脸的脏东西 让蔡正元气得提告 法院判决段怡康 要罚五千元 没有办法挽回了 那我必须要付出代价的话 那我就选择 对社会比较能够具体 有帮助的方式 我宁可去挖水沟 去帮忙铺路 我必须缴五千块给国库 我觉得要可能 对我来说 我心里会比较舒服一点 不要脸的脏东西 七个字罚五千块 等于一个字净千元 但段一康大丈夫敢做敢当 选择服劳役一毛不拔 民众更酸 拿脏东西来骂蔡 到底是侮辱的谁 因为他是 很雇人怨 这应该还好 为什么觉得还好 部分时候他是脏东西吗 但是人物基本上 也不是很干净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生攻击 鱼归鱼虾归虾这样子 有人挺有人酸 但说也奇怪 就在判决出鲁的这天 段一康在脸书po文 有一个认识的家伙 一直打来烦我 一看附助照片 竟然是马英九 这个马英九 是不是就是马总统 段一康卖官子 当真是马总统打来 该不会是要劝段一康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还是乖乖掏出五千块 三立新闻 林文复白乔英 台北才能报道 不过民进党这回呢 又参选爆炸的问题 他们政治人物的第二代 纷纷投入政坛 瞄准2016立委大选 前民进党主席 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 还有前习政院长 游席坤的儿子游炳桃 他们都表态要参选 新北市的立委 不过以往在北台湾呢 国民党内哦 包括什么连胜文 朱立伦将吴志阳啊 常常被嘲讽是三太子 那么绿营现在的正二代 也要来接班 结果就引爆绿营立委 党内初选 大家有些人不满呢 有人就在脸书上 播出文章说什么 说你民主政治 莫轻言家传 机械打响知名度 游炳桃向民众提早拜年 表态参选新北市立委 自我介绍梅明讲 自己是游席坤的大儿子 文轩刻意和父亲切割 还是遮不住正二代光环 刘炳桃准备接下父亲 政治香火 想要接班 在2016立委选战出事提升的 还有他 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女儿 苏巧慧 从手里发着署名苏贞昌的 阳年春联 身上穿的背心 处处看得到苏贞昌的影子 苏巧慧表态投入2016立委选战 拼现任国民党立委黄志雄 不怕被冠上正二代 我是觉得现在社会大众都很聪明 在看一个人适不适合这个职业 这个位置 会从他个人本身的能力条件经验来做判断 不会只讨论他的出身 延续父亲打下的基础 正二代抢摊接棒 来势汹汹 虽然说要让选民理性选择 苏贞昌却亲自出马 拜访也有意参选的 廖本燕儿子廖怡坤 帮女儿清理战场 前几天 叔叔院长的意外性拜访 我们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他就直接要求我退出 此次的立委出选 习日民进党内四大天王 忙着让子女接班 民进党立委许天才 忍不住脸书po文 台湾不管政治或经济 接下来真正需要的是专家 不是世家 再强调民主政治莫亲言家传 绿营正二代想顺利接班前 出现不少党内杂音 三立新闻黄宝的 红绿玉闻新北市财富报道 好才说民主政治部亲言家传 那么我们看到在高雄小港 这回陈志忠 就是陈水扁的儿子 他也要参选 您记得上一次 因为陈志忠执意要选 那么跟郭文成 两个人就双双落选 因为完全的分裂 好那么现在 已经表态参选的陈志忠 全土从来 他已经在勤跑基层了 入党申请也已经进入审核 而另外市议员陈信宇 今天也宣布要参加党内初选 同时呢 你看现在他们都选择用什么 用科批模式要公平竞争 选择正义 选择陈信宇 服务出前椅子排开 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陈信宇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宣布参加党内小港前证选区 地委初选 为七八后的高雄人 找回应有的正义 陈信宇要前进国会 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他 蔡市场向民众发春联拜早年 前总统陈水扁儿子陈志忠 曾经退党选立委 全阵子表态 想以民进党身份参选下届立委 但是受到党规退党后 五年才能再入党限制 目前还是无党身份 申请入党案 那现在在党中央 在这一个仲裁会 能否顺利入党 就等党中央批准说OK 只是回顾四年前 议委选举立云分裂 划分选票 绿云票仓选区 陈志忠和郭文成双双落马 蓝营捡到便宜 如今陈志忠 陈信云 都有医院选立委 一旦陈志忠入党申请没过 难保败选往事重演 所以我觉得科兵模式是一个 应该是大部分选民的期待 跟应该要这么做的 尊重民意的决定 也尊重机制 寻科兵模式公平竞争 随着三月二号立委初选 领表日子逼近 由医院角逐人选 一一浮出台面 谁也不轻言推让 三立新闻黄大卫高雄采访不到 好 会有科兵新模式 也是因为太阳花学运 这样的一个第三势力崛起 结果您看到今天 好 这个案子也真结了 结果有118个人都被起诉了 这是秋后算账吗 好 包括占领立法院起诉的 21个人罪名 就是删过他人犯罪 妨碍公务 侮辱公署 违反集会 游刑法等等 那么公进行政院起诉的最多 有93个人一样 删过他人犯罪 无故侵入他人建筑物等等的罪行 还有一个案就是 路过中正一分局这件事 起诉四个人 他们是违反了集会游刑法 侮辱公务员罪 侮辱公署罪等等 好 那么这些人呢 总共多达了118个人 都被起诉了哦 反倒是没被起诉的学生 觉得有点遗憾了 不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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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服务协议黑箱通过 陈维霆 林飞凡两人带头 率领学生 占领立法院 替围棋24天的太阳花学运 揭开序幕 这场学运创造了陈维霆 林飞凡 以及魏阳等新一代学运代表人物 当然还少不了女性代表赖品鱼 爬上椅子山和警方大声呛瞎 黑岛青阵线发言人赖品鱼 成了学运中的漂亮焦点 也被封为太阳花女战神 但就在学运落幕十个月后 北检大动作一次起诉118人 赖品鱼同样也在起诉名单内 当初其实3182大家进去异常的时候 就也都知道会负什么法律责任 那些把群众打得头破血流 像打头像打西瓜的警察 请问那些警察该负责任的警察 到底被找出来了没 第一个部分是民国103年3月18日 进入占领立法院的部分 那以有关于本案 无故侵入建筑物及回省的部分 立法院并未提出告诉 参与太阳花学运的民众 因为触犯商货群众妨碍公务 以及违反集会游行法等 被分为三个部分起诉 当中包含318战利院 起诉林飞凡 陈维廷等21人 323重政院起诉卫阳等93人 411包围中正一分局 起诉虹虫宴等4人 虽然日后可能会背上行责 但血运分子大部分都坦然接受 反倒是没被起诉的 竟然感到有些遗憾 我这次是不起诉 那其实我心里是稍微有点失落 就是没有办法在 这个 继续在司法这个部分 跟其他之前一起参与38伙伴 一起就是继续的战斗下去 太阳花学运创下台湾民主史上的 多项记录过程中 虽然有冲突有流血 但学运分子强调 他们并不是报名 未来也将在司法审判上 延长太阳花学运的战线 三星文陈玉碧 谢维仪台北报道 好 学运被起诉 国际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 就看接下来的发展 而另外国际关注的 还有复兴航空的空难 刚好今天是头七 那么下午在台北市二宾 举行了联合公计 马总统跟台北市长柯文哲 等他们都到场上香祭拜 那么之前传出 北市府高层不满 中央救灾 整个神隐不做事 那么今天公计 原本柯文哲三点要到的 刻意延迟半个小时 避免碰到马总统跟毛治国 那么目前还有三个人 没有找到 持续的用声纳来找人 高举驻书香 90度鞠躬祭拜 复兴航空难 罹难者头七 十号公计 马总统 隔魁毛治国 准时到场 但七天来 中央地方救灾不合拍 甚至师傅怒批 行政院长神隐 得知总统院长三点到场 原本也盖到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 刻意延后三十分钟才到 柯文哲先生 帅同人代表 行埃及礼 一鞠躬 不跟中央碰头 避免尴尬 但一场意外 最爱的亲人 再也回不来 现场气氛沉重 哀伤 尤其三位失踪乘客 还没找到 搜救人员用声纳探测 钢筋持续找人 连续十天冒着 十度以下低温 在河里搜救 就让人员纷纷挂病号 也让搜救队规定 每十五分钟就得上岸休息 避免失温 水底下的气氛更低 因此我们很多的同仁 有些都已经有肺炎 或者是严重感冒 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找到 就不放弃 搜救队体力耗尽 但复兴航坠合 引发国际关注 美国在台协会代表 也表达愿意提供协助 搜导府等各级机关 上午降下半旗追思 但要让王哲走得安宁 恐怕只有尽快查出失事真相 才能慰藉罹者在天之灵 三片新闻综合报道 好继续要为大家来揭开黑幕 这台湾地方的黑金 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现在李全教 他已经是被收押境界了 他出手三亿元 来买一个议长的话 到底钱从哪里来呢 今天民进党议员邱莉莉 加码爆料 说李全教的爸爸 开设了这个港威营造 那么是专门在承包工程 然后由他的弟弟李全富 这位也是前议员 他来管理 那么之前他们就曾经 像有其中一个案子 研览了台南艺术大学的 这个图资大楼的工程 结果呢 你给人家工程延荡了 那么要求呢 要追加预算上千万 那么难易大呢 就拒绝了 那工程拖了两年 不得已只好签署协议书 没想到隔年 李全教 这个哥哥 他当选立委了 竟然就向当时的教育部长 吴清姬施压 要求呢 要把这一笔预算给讨回来 那么邱莉莉就说呢 在地方瞧事情 真的是李全教最大的经济来源 是不是在台南 金架行红着走路呢 带你来看 台南艺术大学空拍校区 PO在网页招生 民进党议员邱莉莉爆料 单纯的学术大楼 发包工程 李全教竟然也要插手管 他承报台南艺术学院的一个多功能大楼的工程 那么因为工程非常严重的延宕 那当时的岗位营造是提出要追加三千多万的预算 根据台南市议员邱莉莉的说法 岗位营造公司是李全教的父亲一手创立 而现在则交由弟弟李全副接手经营 岗位公司由李全教父亲成立 之后交给李全教的弟弟李全副负责 民国八十五年承揽南一大投资大楼 但因为工程延宕 岗位要求追加三千万的预算 南一大不接受 去付尾款 民国八十七年 岗位受不了 同意签署协议不再追加 工程才完工 没想到隔年李全教当选立委 既然透过特殊关系 向当时教育部长吴亲基施压 不只坚持要把千万预算讨回来 还向学校提高 他就行使职位之变 对这个所谓的教育委员会来做一个施压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过去 在地方瞧事情 那他经济的来源能够这么好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岗位公司当初签署的协议统统不算数 到底这笔钱 最后南一大有没有支付 求证消防已经不可考 不过消防的网页也载明 立委李全教为了岗位营造 曾见本校多功能大楼支付工程款项 提出了民事诉讼一事 约教育部官员以及本校人员协调 证实当初大楼的敬案有争议 议员爆料李全教 乔工程 用特权施压 吃相难看随着被收压 成年往事再被揭露 摊在阳光下 三十五皇家平 邱绍阳 SNJ主在 台南报道 而李全教的家世究竟是如何呢 他现在被羁押禁建 曾经在部落格上写下自己在年少的时候 说家里头很穷 他一边读书还要一边下田 可是我们还原李全教一家 其实他的爸爸是地方营造业出身的 弟弟李全副也曾经担任两届的台南县议员 那么最有名的案子就是跟前议长吴建宝 共同盗采杀石 好 同样呢 是台南地方的议员邱丽丽就还原说 李全教家族开采杀石 是拥有庞大的地方势力 相当的强势 非常难产 台南市议长李全教社会遭羁押 境界翻开李全教的高中毕业照 平头黑粗筐大眼镜 男一中毕业的李全教 在纪念册上描述自己务农家庭 考上第一志愿还得抽空夏天 但其实李全教父亲在地方经营营造事业 专门包工程 兄弟党也在政坛打滚 弟弟李全副是前台南县议员 最有名的案子是和前议长吴建宝合伙 在2005年盗采曾文西沙石 获利十亿 被判刑四年有期徒刑 他承包的一个公共工程也是有发生 就是变更设计 还有追加预算的 李全副跟李全教 他们在地方形势非常海派 那很敢抽天也很敢抢 事实上他们说得多 说得怕死人 做得怕死人 过去在现议会的任内 好像也跟议员之间有一些的 账目不清的部分 其实早在1998年 李全副就涉及前台南市议长 黄玉文和黑道沟结办理 农场驱断征收工程 收费一亿三千多万 争议不止一桩 李家在地方政坛结合地方势力 可以说呼风唤雨 动辄上议员的利益 交代不清 随着李全教社会 李家在地方的炼金术 一一被拿出来检视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而李全教在被收押之前 曾经寻求救援的 就是立法院长王金平了 今天我们看到院长 是外头已经挂起的春联了 院长真的是正通人和 他挂的是谁 就之前一直逼迫他的 马英九总统的春联 好 因为现在马总统的春联 很少人愿意挂 倒是王金平把他给挂起来了 好 那么国民党立委办公室 几乎都看不到马总统的春联 只有在院长这里 反而是挂起来 真的是展现正通人和的气度 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说陷入尴尬了 因为他们不晓得 是要挂蔡英文的好 还是挂柯文哲的好 说现在成了头痛的问题 飞机餐也有年味哦 带你来看 满桌菜肴一次排开 这些精致餐点 平地吃不到 想品尝 还得搭飞机 航空公司抢过年商机 飞机餐推出年菜 龙虾加上鲑鱼卷 搭配卤牛腱 开胃菜 开启乘客味蕾 汤品则是佛跳墙 十多种材料慢火敦煮 象征福寿双全 主餐则是高档鲍鱼海森 搭配肥美咸香的乌鱼籽炒饭 最后再用红枣枸杞雪蛤 以甜点画下句点 不仅有得吃 还有得拿 除夕出发 只要搭Hello Kitty航班 机上会发红包带跟春联 大年初一出发的航班 则会送上甜点凤梨酥 象征好运旺旺来 新年新气象 航空公司还找来 格莱美提名的设计师 肖清扬合作 量身打造境内餐饮桌布 以台湾特有种为主轴 连稀有蜻蜓 白质夹葱都化身图腾 乌来的深山 看到这一只白质夹葱 飞过旁边的生意 我赶快拿起我的相机 把它拍下来 我心里想就是它了 迎接新年航空公司 从餐饮桌布开始 展现新气象 更在飞机餐上下功夫 民众搭机也能感受 满满年味 三日新闻刘正峰台北报道 顶兴致有前董事长 魏映冲 到底会不会再被压进去呢 好 他的严压瓶 从下午四点半 一直开到刚刚六点半 那么现在法官 正在进行提议当中 预料呢 这个马上就有最新的结果 新闻最后带您看看 今天步入法庭的情况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